椎間盤突出症 是指腰椎椎間盤纖維環破損 核心軟骨脫出 導致壓迫腰椎神經線 病人的腰背和腳 會感到麻痺和疼痛 手術 適用在患有單側 或雙側座骨神經痛患者 如果行路 或者坐得久的時候 腰和腳感到麻痺和疼痛增加 經過藥物和物理治療之後 仍然未消除 而素描顯示 腰椎或胸椎的椎間盤突出 導致壓迫神經線 就可以考慮進行這個手術了 手術是由麻醉科醫生監察下 在腰的後側方位置 進行局部麻醉 患者是在清醒的情況下進行手術 醫生可以隨時測試病人下指的活動和感覺 接著醫生會將右針經皮膚和肌肉層避開神經線 插入椎間盤的後側方 之後再注射顯影藥和特別色素在椎間盤內外 椎間盤有問題的部分就會染上藍色 現在沿著右針方向放入大約7毫米的手術管道 內視鏡就會在這個管道直接見到脫出的椎間盤和神經線 利用手術鉗避開神經線 拿走椎間盤核心碎片 重複用手術鉗拿走碎片 直到神經線不再受壓 之後再用射瓶把破損的纖維環收縮 手術完成了 椎間盤纖維環傷口會在大約6個月內復原 手術好處包括 手術不需要全身麻醉 是以局部麻醉進行 無論患者體型大小 手術傷口大約是1cm長 更加不需要破壞正常的骨格、關節和肌肉 另外,手術後24小時內 患者就可以落床活動 症狀會有即時的明顯改善 住院時間大約2天 出院時可以自己照顧日常生活 手術完成後1個月 大部分患者可以進行正態的運動 好似游泳、急步行和太極 症狀比較輕微的患者 可以在幾個月內 隨著神經線康復而消除症狀 手術olution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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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腿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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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術